这下该怎么办 可是我的脸啊 天生就长这样啊 好婆婆 你怎么看起来好像愁容满面呢 怎么啦 媳妇啊 你来得正好 今天我出去跟附近的好姐妹聚会 结果其中就有人看面相 然后她看了之后就 就 就 怎么了啦 就怎样 好婆婆 你不要哭 不要哭啦 你这样哭我怎么帮你 你告诉我了 我来帮你想办法 那个人啊 他就说啊 我的面相啊 不止没有偏财运 就连手边的财富啊 也都会守不住啊 你也不用那么难过啦 你在为这个事情难过 我可以帮你想办法 你不觉得很难过吗 很严重啊 不会很严重 好婆婆 我告诉你喔 现在医学美容科技非常的发达 它可以帮助你 把你的偏财运 把你的好运气找回来喔 什么面相的人 能在扬眼鼠前鼠到手软吗 等等马上告诉你 2014虽似消逝 2015好康龙舞 好厉害喔 这句话老师刚刚想了一个小时 是不是啊 在路上也在想 要两个小时 如果说你觉得你这个今年运势不好 因为我们再过九天就是 洋年了 是 就这个农历年就已经到了 洋年就来了 那你怎么样让洋年的运势 好上加好呢 那今天就要请教一下詹老师 而且我们今天还有个 医美的院长张光正院长 还有我们的年节 那先请教一下詹安惟宗老师 洋年的财运 好 一般什么生肖人 财运会比较好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除了生肖 我们要超脱生肖之外 我们是以生的尾数 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这样子喔 如果你是 三四 四四 五四 六四 七四 八四 九四年次 我们称为乙 加一比例的乙 乙年生的人 不得了 这好啊 我是六十四年次的耶 对啊 不得了啦 因为在你的紫围命盘里头 这一年 洋年 是财新高照你的 钱财工 修饰得好 简言之 有没有 做这个电视事业的 收视藏宏 不得了 不得了 广告代言 包括我们所说的一些 额外的收入 活动 难以预期害活动 那针对不过妈妈来说的话呢 有意想不到的投资好机会 突如其来的 这也有拿钱 那也拿钱给我 老公给我钱 狗给我钱 外面男朋友也送礼物给我 那这有好好的事情 就是这样子 就裁员广静 三一 四一 五一 六一 七一 八一 九一 一的 如果年纪大的一 就是在职场上 或许你坐享轻浮 我们说他的职务有没有 稳超胜算 高高在上 因为职场上长期累积的努力 分红 加薪 或是给你更多的鼓励 年轻的 我们说的六一 七一的 在职场上的 我们所说的 双管齐下 奖金 还有业务的提升 突如其来的业绩 都难以预期 包括开店的 包括我们说的九十一的 比较年轻的 奖学金 因为考试没有作弊 成绩也好 爸妈也给奖金 是属于这个事业 财运 是 尾数是一的 重点是 还有是尾数五的跟七的 三 五 四 五 五 五 六 五 七 五 三 七 四 七 五 七 六 七 七 七 我跟你说 你只要是这两生的年次 普通时看你们看 很不顺眼的时候 你今年要对他特别好 那有的阿姨 大姐们 可能是 五十七年次 或五十五年次 或四十七 六十七 六十五 六十七的 你们老公 这年有没有 带财 你不要再对他大小的 OK 钱拿回来再说 其他人还参与 是 老公的财运亨通 OK 老公赚钱分红给你 这时候你就不要把气氛搞坏了 是 钱来 人再来 所以这是一个 尾数五跟七的阿姨 好的 那我们来听完了 洋年的这个运势之后 其实我们说一个人的气质 跟他的磁场 还有他的亲切度 其实都跟他未来的财运 有没有什么机会是大有关系的 是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就拿这个 郭董的面相来看好了 清楚来看一下 嗯 两眉开阔 为人豁达 才圆广进 超过两指宽 两指宽 眉心 超过两指宽 代表 钱财如洪水般进来 不与人计较 除了眉心宽之外 眉也宽 还有眼帘也宽 眉毛跟眼睛中间也宽 代表 除了肌腹成财之外 房地产土地 无可限量 哦 鼻头有肉 高而挺 坚持己见 重要是两个 暗藏玄机的重点 他的眉毛这里藏了一个字 那是一个字哦 对 这里也有一颗字 发财字对不对 这个叫做 草里藏珠 暗藏贵人 还有一个鼻头有肉 对不对 代表 富可敌国 财源广进 丰硕的这个仓储仓库 其实刚刚老师说这个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因为很多人 他这个 那个眉头紧索 是 那个就像老师说的一样 你这个量一定要开阔 是 人家看了才会舒服嘛 是 然后财源才会进来 所以 所以像我自己在森索 很多人来 就是这里 我可能就两条 这个很深的重眉纹 然后眉头紧索 然后而且他已经变成一个习惯了 他可能打打肉肚也没办法改善 他这个量永远是凹的 对 那他就不会有像这种 开阔的感觉 是 如果懂事结婚之后 他也很重视整个的外表 包括健身 包括说他有一些 那个小斑点什么 他都去把它弄掉 就更开阔 就更开阔 看起来更 人看起来更亮的时候 他的运气 运也会更好 很多人其实关心的就是自己的 这个家庭运 感情运 或是财运 工作运 那有没有人的面相 一看起来就是 漏财 不难 不难 非常精准 第一个就是 本命漏财 就是 这个就是 这种人通常我都喜欢跟他 出去吃饭 他都会负责 负责吗 耍扣吗 耍了 给你耍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人就心机善良 不与人计较 心机太重 一体两面 鼻子的问题 那他把鼻毛剪一剪不就好了吗 交不要剪啊 交流长一点 交不要把他剪成辫子 听你们不知道 第二个就是 后天的习惯 叫做 也是 很多人可以吃一滑五万块 就是不肯花个八万块直牙 对耶 其实就是我告诉你两个 那个我们说这个 鼻子有没有 有莫名的 莫名的这个伤口 不行 如果没有经过一个 泼尿酸的一个处理的话 这个鼻箱就不好 那个 我有那个 就是做建筑业的老板 是 然后他们就非常在意这个鼻子 我有一个建筑业的老板 他就是像这个老师说的 他这个鼻头比较 稍微有一点朝天 一定会 然后他来找我做 就是做这个三段笼鼻 把他整个鼻子拉下来 然后他说他有一个建案 在宜蘭 他就觉得卖得非常好 马上他把他的家人 他女儿 他之后事业就全部拿来 对 但是也有相反的 什么意思就是说 很多人觉得 他不敢动手术 他怕动了以后 也要要踩步 所以现在也有新的方法 可以改善这个鼻子 打针 对 但是打针怎么做呢 就是好像上次节目有提过 像用这个 像这个极限自体龙鼻 他用自己的脂肪 加上腺去做 他可以把这个朝天鼻改善 因为一般玻尿酸跟 微菌脂它有的时候 它没办法把这个鼻头整个盖下来 但我们用这个新的技术 打针就可以盖下来 而且很简单 那自不自然啊 很自然 院长 你讲朝天鼻的时候 不要看我跟年姐 我眼睛有足道 我比喻好很多 院长 先治疗她的 大家很明显 还在后前 所以老师看起来很炯炯的神 因为有时候一看以后有四个眼睛 对啊 天啊 OK 好 所以 用现在的这种科技啦 医美科技其实满可以 又安全 然后又快速地帮助 我们想要调整的地方 就是你不一定要开刀 也可以做到无论 重点是 如果命中带破相的人 以其像我这样破一个八父母无靠 我不如早一点去做脸部手术 就不会那么怀才不孕 那老师你是趁着阳点 赶快把这边补起来啊 要补啊 该甜该补的啊 对啊 我怕太帅了 一照这样 怎么刘德华到家里面这样 好 晚一点就帮老师 但是要先好就去吃个饭 好 先不打 等一下回来啊 这个拥有天王的面向 难道真的是保证事业会成功吗 我们稍后回来看看一些 天王的面向 到底可不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呢 马上回来 财运可以从面向当中 看出一些端倪 光这个没长过眼 没亲目秀 演名耳聪的 都是你们思严有成的 这个他其实本来 其实他的节目都是演一些 婆婆的角色 妈妈的角色 他现在是变成一样 他那个旌旗的 都打进来 都害他那个 他现在妈妈都不能演了 妈妈 我们即将到来 那大家都希望在扬年 大家都可以扬扬得意 是 财运可以从你的气质 可以从你的这个面向当中 看出一些端倪 那刚才讲说鼻孔太大 或潮天的话可能会漏财 对不对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可以看出他财运什么时候会出现 鼻孔出问题是不适合从事 但是有很多是人脉财跟长辈财 跟贵人财跟权利钱财 是 光这个眉长过眼 有没有看到 就是人脉过达 收视力非常好 眉长过眼 眉毛的长度超过眉长 眉亲目秀 眼明耳聪的 都是属于事业有成的 其次我们在相学里头 鼻子代表关禄 这个鼻头直 对 而且又鼻头圆 它是阴勾鼻 阴勾鼻代表什么 在面相上什么 阴勾本身是跟老鹰一样尖尖的 它还比较圆论 所以还是属于那种不朝天的鼻子 那最重要的是 你看它两个拳骨 有没有看到特别高 有看得出来 对 它本身在它的事业里头 权力是非常大的 也是有很大的认同 那本身天庭饱满 就受到很多长辈的提息 都属于极富极贵的格局 比如说他女儿出生之后 他这两年好像 得奖孕也更好 金马奖 他自己得了 然后他自己拍的片子也得奖 然后女儿又出生 他现在希望第二个孩子可以报到 他是不是 其实他已经够好了 可是他是不是 那个晚孕得越来越好 有这么好命的 看得出来吗 晚孕的话要看他的这个 尺相跟唇相 唇相厚薄得移 嘴角微微向上笑脸迎人 而且牙齿粒粒分明 又无缝无钩 形成一个五十岁以后 倒吃甘蔗越来越好 不得了的好运 所以你看牙齿还要 无缝无钩 没有蛀牙 蛀牙是身体败坏的开始 仿佛这栋大楼的柱子 已经断了一根了 热鱼季夜就是囤积 我们说的细菌 而且你看刘天王 他自己很洁身自癌 对不对 也没有什么坏习惯 对 然后也是保持运动等等 而且又做很多善事 我觉得他的这个鼻子 一眼看到他 你这个这么直挺的一个鼻子 就觉得这个人是正的 对 这个人是正向的 正派的那种感觉 那院长你说我的鼻子怎样 这个话什么意思 而且你讲话要看人的话 五十岁才得女 但是真的很不容易 不容易就说体力不容易 我们鼻子歪也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 这个都是可以改的 可以改的吗 可以改的 而且以前大家都觉得鼻子歪 大家都想到什么 鼻中隔弯区 对 那而且会影响到你呼吸 但是其实现在 像现在的手术 我们用骨头去 我们不仅可以调整骨头 还可以把外观 调得像这样又直又挺 然后又很自然 他是用哪个地方去补的 像现在其实所谓的这种 三段隆鼻 以前都是用夹体嘛 是 我们现在只为用耳骨 还可以用自己的这个 鼻子里面的鼻中隔 可以顺便把鼻中隔矫正 把你鼻子弄正 一举多的 他风险是什么 其实坦白说像这个做很多 其实他风险很低 那为什么叫三段四龙鼻 因为其实我们的鼻子 本来他的骨头就有三段 我们是按照他的人体工学 去雕出那个形状来 不像以前我们就是塞一个天群 对 他复原期要多久 一般其实就七天 我有一个女生是真的 他错完 他从新竹上来台北 他做完以后他回去 他老公就说奇怪 你怎么好像有点不一样 他居然看不出来 但是就是说他变得漂亮了 变得很自然了 但是他老公每天躺在他旁边 就只觉得说奇怪 我觉得你变得比较漂亮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没有伤口什么都没有 就是变成说这个手术 变成它是一个可以做到很自然 不像以前那种 以前的手术做完就是一根在那个地方 了解就是非常的明显 而且做得漂亮 老公的胃口就大开了 是 老公会为了鼻子而胃口大开吗 想不出来就很想跟他抱抱这样子 这个也是真的 深境夫妻感情 对不对 深境感情跟情趣 所以你再看看这个也是不得了的 你看到没有 新梅姐 你看 首富耶 新梅姐她不必会说她做过鼻子 对不对 然后她的头的部分 其实也做了一点圆圆的 她不是做得特别尖的 对 像以前我们传统的龙皮方式 都是做出来就一根很尖很甲 但我们现在都是喜欢 就是现在很多人在做这些 她会参考面相 她就觉得说 我做完不仅要漂亮 我还要让我的运势更好 开运势一定要的 就算是眼睛黑白分明之外 唇形也非常的漂亮 厚薄得衣 也成为一个一字唇 两甲本来是有肉的 她利用化妆的方式 显得脸是拉长立体的 所以把她的面相的缺点 做一个修饰 优点也保留了 非常成功 尤其以前这个嘴唇 因为我们以前嘴唇在做 大部分都只能打玻尿酸 是 那玻尿酸打完 因为她会很性感 然后还可以保持让嘴唇 就是看起来比较平衡 可是她缺点就是 她三四个月打一次 就很麻烦 那现在像我们现在新的方式 就是直接很简单 就是在肚脐里面 一样用一毫升的脂肪 用脂肪打 肚脐的脂肪 你说用我们自己的脂肪 自己的脂肪 然后呢 以前是没有办法用脂肪打嘴唇的 那因为现在有那个 新的专利的这种脂肪腔 它打这个脂肪前后 大概只要三十秒 然后你那个嘴唇就变得 非常的性感 然后可以维持很久 肚子没有伤口吗 那个真孔 连缝都不用缝 整个过程大概就是十几分钟 很简单 然后你那个嘴唇 又可以维持好几年 那如果像那种嘴唇很丰厚 他想要缩唇可以吗 也有其他的方式 像我们现在在缩唇的话 我们的伤口腸癌里面 做完是看不出来的 就把他回拉车 讲是不是 是的 对不对 就像风衣不要把他翻过 所以你看辛梅的事业这么好 他那个猜影 是整个连绳的 猜影啊 还有他的那个 运动事业 好的 好来 看一下苏琪 好来 苏琪看一下 你看 他嘴唇漂亮 你看他的嘴唇 他最性感的就是嘴唇 要讲到事业 他的这边很开 对 跟事业有关的话 通常如果不是靠口才身材的话 都是看这个 鼻梁挺 是 有没有看到 眉型好 两甲这边饱满 这都是事业有成 我这边也有一个例子 是 这个 因为他这个友台工作 所以不方便来现场 那这个就是马慧真 马姐 那他跟我也是好朋友 所以他愿意让我拿出来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本来 其实他这节目都是演一些 婆婆的角色 妈妈的角色 是 那你可以看到他 他现在是变这个样子 其实我把他变这个样子的时候 他那个经纪人有打电话来念 说害他那个 他现在妈妈都不能演了 也要去演小姐了 那他做了什么呢 可是他虽然这样念 他跟我说他后来反了这个 他觉得他最近戏接得更多 他最主要做了什么 他用这个自己的脂肪 还有用这个 我们这个八字回音线 整个去做一个雕塑 他用自己的脂肪做了什么 他额头 因为他 饱满 额头本来是凹凸凸的 他后来额头非常地饱满 平了 如果大家看他那个星系 他现在很喜欢把这个额头 整个往后绑一个马尾 露出了 因为变漂亮了 对 因为他额头变得很亮 很饱满 刚刚老师有说 额头就是跟事业运有关 贵人 贵人嘛 什么是贵人 电视台老板 导演 制片 就开始发通告了 是... 他就说他这个额头 现在露出来后 所以他最近在演这个 好像黑色胃老大 所以他这个额头特别亮 他跟我说的 大嫂这样 然后你可以再看 他的本来脸 气色稍微比较 稍微辣黄一点 那我们再用脂肪去做的时候 因为脂肪里面有干西方 他整个气色变得更亮 然后他本来脸部 特别是两颊 刚刚老师有提到这边下垂的 老化了这个现象 我们把它重新收紧了以后 他看起来年轻了 然后看起来气色好了 而且现在皮肤好白好细 一般人你如果这边有木耳纹的话 就非常非常显老 而且会觉得嘴角下垂 木耳纹怎么处理 木耳纹其实大部分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像马姐 她其实是有木耳纹 其实木耳纹大部分问题 不在这个纹路 而是下垂的这个肉 这个肉垂下来 就会把这个木耳纹 把它拉下来 所以我们把这一块嘴边肉 把它提上去之后 木耳纹就改善了 好 所以 像年轻你看是不是很多的艺人朋友 会利用过年的时候去做一些 一定的 因为他们拍戏或是上节目 他们通常都是在过年段期间 其实真的就是说 包括工作人员 电视台都真正放假是那几天 所以大部分都有这个计划 都说可能会跟你讲说 我要出国去玩 其实是在家里休息 休息就是因为做这些东西 他必须要休息 尤其有一些是有比较侵入性的 很多艺人他可能过年是必须大休 很多地方因为有时候平常工作 真的太忙了 过年的时候他需要五天 或是到六天的休息 那就过年的时候要做 那就是这个时间是最刚好的 可以做可以比较多的 一并处理解决 通常是在过年的时候 所以很多艺人出国 其实是出到诊所去 OK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再来看看 如果说这个要做事业 有人脉的话 什么样子的面相 什么样子的这个外貌 看起来是会有人缘的 那马上回来喔 怎么样子的面相看起来是朋友 有比较好 看一下 他到底要是 说学历没学历 说背景没背景 叫他朋友 他只要吹个口哨 全部都出现了 我也要特别提了 你老婆的妹妹 把他这个脸下垂的部分 把他重新收紧 他不仅这个面相看起来很平静 他的老公 马上又跟他生一个 好 我们说出外要靠朋友嘛 你想要充事业 你要让你的这个事业运更好的话 也是要靠一些 我们刚刚讲的贵人 贵人看这里 那你朋友为什么要来帮助你呢 为什么要跟你互相的鼓励扶持呢 那什么样子的面相 看起来是朋友缘分比较好 这个太精准了 从这个经典的范例来看一下 潘柔迪老师 你的好朋友 本来我是好朋友 他说家事没家事 说学历没学历 说背景没背景 你讲到朋友 他只要吹个口哨 全部都出现了 而且所有什么罗志祥 什么震东的 沈玉玲 还有这个蓝心眉 心眉跟花巨 美凤姐 都跟他非常的好 没错 那凭什么呢 他的眉毛你知道 眉长过眼 天生的 所以眉毛代表朋友工 兄弟工 他全身只有眉毛比我漂亮的 你有看到他全身 他全身肌肉都比你强 那个都是后天我看 你哪有 一撑出来了告诉你 一块都没有 我有肥肉 还有肌肉 他这个眉毛漂亮到好 冒密 然后那个密疏均匀 眉型好